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其人 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 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 是的 不是推侧也不是推船 而是在空中推飞机 1967年3月的一天 四架F-4幻影战斗机 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 前往越南河内 轰炸一座钢铁厂 那儿防空火力异常密集 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 果不其然 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其中一架F-4就被炮火击中了 好在它还能飞 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 完成了投弹任务 可是直怪运气太差 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 两次中击之下 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斜而出了 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 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 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 即使成功落地 也会背负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 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 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 虽然他自己的F-4也受伤 并正在漏油 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 寻找办法帮其脱困 什么办法呢 帕多想到了两个 A计划是 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 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 虽然F-4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 确实能够空出一个拱尖头 落脚的理想推进点 但无奈 他尾部的团流实在是太大了 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 因此只能再试试B计划了 那就是从他的下方靠近 慢慢地将其拖起来 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 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 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 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肌腹时 他意识到 这个也行不通 因为机尾盖根本就承受不了 这样的压力 肯定是会碎掉的 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 不仅救不了同伴 自己也被搭了进去 B计划也流产了 此时前面那架F-4的引擎已经停机了 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 还有什么办法 突然 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 围钩 是的 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-4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 自然就带有围钩了 可以试试这个嘛 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围钩 然后慢慢地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 靠了上去 冒着随时会被顶穿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 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F-4推动了起来 虽然团流还是会让他们再靠在一起十几秒后就不得不分开一下 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列成了蜘蛛网 虽然帕多的发动机 最终也只剩下了一台还在勉强工作 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一半 也让两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 飞过了将近130公里 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 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 便被救回了基地 可谓九死一生了 不过你猜猜 容器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 他受到了谴责 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 滑稽吧 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 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 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一枚隐形勋章 故事完美落幕